也就是前副总统的陈建仁 他去参加了高端的试剂 结果发现呢 怎么当初讲的跟最后答案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去参加了实验 那么他在打了高端的疫苗实验组的时候 大概在5月的时候 他就先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当时媒体专访他跟大家讲的是说 我去参加高端的实验 他们整个流程很好 我打完了没有副作用等等 但是时间来了 就在7月14号的时候呢 他自己爆料 他说当时我打的高端是打什么 打的是安慰剂 也就是说他打的不是疫苗 他打的是食盐水而已 那么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你要参加高端的这个实验的话呢 解盲的时间其实换算下来 你要等到10月底或到11月初 才可以解盲嘛 但是你怎么现在7月14号提前了6个月或3个月 你就可以解盲了呢 莫非你是有特权吗 为什么是高端人士可以独自的告诉你吗 因为参加这个实验的并不是只有你呈现人而已嘛 还有其他的人嘛 那请问其他人现在知道他们到底打的是疫苗 还是打的是食盐水呢 蛮特别的 所以呢也变成了他这个案件导致有四个疑点 哪四个疑点呢 也就是说他在解盲前频频的高调屁 替高端来背书 因为上政论节目嘛 上谈话性节目 告诉大家 他打了之后呢 感觉很好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都还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副作用呢 结果好啦 你现在答案出现了 你打的是食盐水 食盐水当然没有副作用啊 那真正打了疫苗的人 有没有副作用呢 不知道 但是你在五月份讲了这段话的时候呢 是不是已经暗示大家 高端就是这么的棒 就是这么的没有副作用 另外就是特权的问题了 为什么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才可以解盲的结果 你会提前知道你打的是食盐水呢 好 那么当成见人讲完之后呢 高端立刻跳出来讲了 他说 哦是这样子啦 我们这边的游戏规则就是呢 我会先告诉他 你打了这个是食盐水之后呢 你要不要参加我们延展性的计划 如果你愿意参加延展性计划的话呢 后面我们就再帮你打两剂的高端疫苗 那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是你讲完之后 我高端再跳出来讲 感觉这有一点像是你知道 捕破网的感觉 但重点来了 是你高端说有这个延长期 但是食药署有让你通过吗 你有报备给食药署吗 好像食药署目前为止 好像也没有讲嘛 对不对 所以就引申出了这四个质疑来 好 来看罗志诚怎么讲 他说呢 就是把国人跟其他的受试者 当成是白痴啊 那林维州讲什么 应该打包票的 为打包票的言论来道歉 目前陈建仁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特别 针对事情 来做了一些解释 好 整体的案件你怎么看 你认为这个到底 有没有特权在呢 或者是 是不是陈建仁的背后 有刻意 在帮高端来背书呢 希望你把你的心情写下来 写下来同时 我们先来看看这则新闻 高调挺高端 前副总统陈建仁 不但自己接种 当受试者 还上节目背书 不过就在官方解盲 前三个月 台大就提前通知陈建仁 他们夫妻打的都是安慰剂 高端紧急声明 个人若符合疫苗接种 资格可提前解盲 但时间点引发揣测 是否为大人哥量身定做 高端还得要特别为你专案解盲 你不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吗 那到最后你的夫妻两个 都是打安慰剂 我告诉大家 我直接讲 从头到尾就是骗局 几率这么低 你两个同时打到安慰剂的 几率有多高 陈建仁根本就是一个 说谎的政客 昨天的一个危机处理 真的也是为了 这个大人哥而量身定做 夫妻两同时打到安慰剂 个人解盲又提前 网友傻眼连刷一排 直呼这也太巧 难道是特权解盲 还有受试者曝光国产疫苗 同样会给接种纪录卡 证明有打到疫苗 更贴心提醒 出国可以用 但三期实验都还没做 难道二期实验就以超前部署 认定有足够保护力 高端这个从头到尾是 一点 疑云重重的啦 弄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 可以为了私人来破例先解盲 完全不合乎科学或者是专业 他已经快变成高端的发言人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就失去他的公信力 也有人质疑还没解盲前 如果受试者另外接种国际疫苗 那到底最后的保护力 要算谁的功劳 解盲时间一拖再拖 但订单却超前 采购国产疫苗 解盲争议 采质疑中央记者人家会 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 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陈建仁选择用脸书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心情 他在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 叫做 与300人比陈建仁早知道的报道连结 同时表现相似台湾的生医研发 并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撰稿作者提到 自己本身也是身为高端疫苗 二期临床试验者之一 笔者7月9号就已经知道 测试的结果了 相较于陈建仁是7月14号 他是提早了5天之道 根据了解 高端二期临床在14号之前 已经解盲了超过300人 陈建仁面对外界质疑 今天用脸书 选择引用杂志的报道来回应 他自己简单写下的是 感谢各位和我 一起与疫苗临床实验的伙伴们 让我们坚持到底 大家加油 他相信台湾的生医研发 必定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他就用短短的这几个字 来表达他的心情 但这几个字还是不能够解疑 部分的人还是认为 这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 高端的特权在这里头 对此一届就表示 这代表的是 陈前副总统 其实对于高端没有信心 所以才会再次参加的是延伸计划 那么国民党的市议员 也说了 既然陈建仁打的是安慰剂的话 那怎么还替高端护航挂保证 疫苗延伸计划 是指在疫区执行疫苗接种计划时候的一个 人道救援计划 是让一些信心比较薄弱的受试者 可以在解盲日期之前提出解盲的要求 然后再补接种自己的试验疫苗 或者是在接种其他厂牌的疫苗 所以陈前副总统就是这样的受试者 那他提出解盲的要求 其实基本上是出于志愿 那这也表示 陈前副总统对于这个试验疫苗 其实根本没有信心 才会愿意进入这个延伸试验 高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股价就涨了五倍 我想任何人一闻就可以闻得到 这就像是已经写好的剧本 可是有关于高端疫苗 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 有没有可能涉及官商勾结 我们的金管会还有检调单位 你们真的查得很认真吗 今天你们中央政府 为了扶持国产疫苗 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 不管他安不安全 就完成部分采购了 那你当然要开绿色通道 给这些国产疫苗 这不是护航 什么是护航 你们不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从过去 现在 未来 你们根本就没有打算 要积极的去采购 大量安全的疫苗到台湾 因为你们就是要等国产疫苗 等国产疫苗嘛 所以说 从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爆发以来 台湾死了多少人 这个政府啊 为了呢 要扶持国产疫苗 然后不肯进安全的疫苗 到台湾 你们草菅人命无误 刚刚陈建仁呢 他脸书是引述了一篇文章上面写的嘛 超过三百个人已经提前知道解盟了 那不忍不住要问 难道现在高端在玩 为解盟这个游戏吗 因为除了这三百人之外 我是不是要查这三百人 是不是他们设定地位 是不是很高吗 还是有包含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在里面呢 因为我们中天新闻也独家 有两名曾经接受过高端疫苗 这些疫苗测试临床二期实验的人 他来告诉我们 他说奇怪了 那为什么陈建仁知道了 我们却都没有接到电话 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晓得 我们到底打的是安慰剂 还是疫苗组呢 他们在苦苦等电话当中 所以高端的解盲 到底是针对性的解盲 还是在补网的解盲呢 他是说 在六月底的时候 会告诉我们是安慰剂或是疫苗 然后七月上市的时候 可以 如果打的是安慰剂 那就可以再补打疫苗 那是免费的 在五六月那时候疫情正紧急的时候 我们到底谁打的是安慰剂 谁打的是疫苗 假如说这里面有 有部分的人打的是安慰剂 他心里会不会害怕 但是到了七月初以后呢 他又再继续往后延 他又告诉我们说 没有办法 我们要等到七月底以后才能告知 但是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我们打的是安慰剂或是疫苗 现在如果我们都已经造册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到底该不该再打进口的疫苗 他说如果你已经确定你已经预约成功 你可以我们可以紧急帮你解门 但是他有一个诞书 他就是说你如果说我们帮你紧急解门的话 你将来你就不能再打我们 那个国产的疫苗 为什么他可以在我们之后打完疫苗 却可以比我们早知道他打的到底是安慰剂或是疫苗 那难道人命也有分等级吗 难道人在台湾人命也有分 因为职务而有所不同吗 他们等到10月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我从5月开始施打第二剂 是从5月5月底一直到我的实验底的这段时间 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我第一打的是 是疫苗还是那个安慰剂呢 我敢敢的话 我就会电报场 如果插到疫苗去 他说我不能打别的 一直以为我是人体实验的临床实验者 你不能把梦当那里不能打A率 就把我们退出去 都不都退出去 可是为什么陈副总统他可以 为什么他是自然的 因为高度人是有特权 他可以 可是我们都不行吗 我们都不能知道吗 我们都不能去打 任何其他的疫苗 不管是高端或是营养 我们临床实验的人有些多人 想去问一下 我们的初心 我们的初衷是为了说 我们大家在台湾这块土地公司 我们来做临床实验的 我们可以保护这个 这片土地的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来做临床实验 然后做出成功的疫苗 只是没想到 他把我们这些人当做是吗 那现在我们发生感染的话 谁来救我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